藝人宋一鳴創立的《一起發光教會》 近日來備受爭議 曾為資深教友的醫藥記者王瑞麟也跳出來指控 不過14日 宋一鳴透過個人的臉書發文說 他原本不想要對王瑞麟做的事情有任何回應 但是無法忍受持續的被抹黑 因此決定再次出身 針對指控一意澄清 宋一鳴14日在臉書上表示 王瑞麟持續用想像來的事情 對教會進行不實指控 已經影響到他個人家庭及教會 造成無法彌補的傷害 因此想一一提出澄清 首先泰魯閣事件 當天就是因為訂不到票 才改搭遊覽車 所以無法提出任何票根 也沒有要求大家做假見證 宋一鳴也強調 自己與老婆成為012年來完全不知心 協會所有的帳目也都公開 在教會會堂 歡迎直接向會計查詢 最後宋一鳴也提到 王瑞麟在離開一起發光之後 曾經要求要拿回先前繳交的奉獻金 教會請教會計師之後 確認需照國稅局規定的開立勞務報酬 王瑞麟聽到之後又回覆不要了 並且在離開教會之後 不止一次向教會道歉 希望可以盡快回到教會 宋一鳴就質問 如果教會真的這麼不堪 那又何必如此呢 對於宋一鳴的反擊 王瑞麟呢 他在16日凌晨 也PO出了收據照質問 他說他奉獻了6位數的金額 卻只收到了4000元的收據 他就說為什麼我奉獻的金額 跟你們國度事業請的專業會計師 金額會不一樣呢 怎麼會差這麼多 王瑞麟曬出國稅局110年 給自己的報稅資料 並表示他確實奉獻了6位數的金額 當時還有傳一封給募者 確認金額的訊息 久久等到的是募者回給我 我太忙交給同工處理 以及你們國度事業補計來的一張4000元 上面還寫著111年4月29日的收據 更指出宋一鳴確實不碰國度事業的金流 應該是要找每個星期都在抽奉獻袋鼠錢的那一位女士 最後王瑞麟也呼籲宋一鳴別再找網軍不接電話 不直接面對鼠林家屬們 更喊話說被你們夫妻倆 這兩年搞得身心零售創的是我們 真的是夠了 說真相真的有這麼難嗎 對於王瑞麟的指控 一起發光教會今天也發文反擊 指出說王瑞麟將11年度的捐款收據 聲稱是110年度的捐款收據 一起發光強調 本會在開例1110年度捐款收據給王小姐時 均有簡訊來回提供對賬單名氣 並最後由王小姐回訊 確認奉獻收據金額無誤 認為王瑞麟此舉是蓄意的污蔑 本會完全無法接受 特此聲明以正視聽 強王瑞麟若有不滿 可以尋求合法程序保護自身權益 也警告對方不要再有不實言論 否則將會需要負起法律責任 下了最後通牒 那這個宋一鳴和前教友王瑞麟的交夥 讓這一位女星李明依就感嘆了PO文說 謙卑的反省下自己真的有這麼難嗎 李明依寫下一個稱為牧者的人一直指對媒體放話 而不願意真誠面對已經受傷的前教友 他感嘆這齣戲還不能落幕嗎 質疑是否你還戀戰名聲 謙卑反省下自己是真的有這麼難嗎 並指出其他堅守信仰的基督徒都因為你一個人半島 最後再問我們還要忍耐你到什麼時候 發文也轉貼聖經內容 李明依留言串再次說明 我要表達的已經非常清楚 既然成為牧者就更要有神的仆人的心 其實基督信仰是在生活中做見證 牧者本身一直放話攻擊喊冤 確實少見 綜藝天王吳宗憲14日出席活動的時候 也同樣被問到小甜甜還有宋一鳴這個事件 那她也做出了回應 她說她覺得全天下的男人都不應該動手 她說動手就是不對的 但是她在最後她更是自豪地說 像我在這方面就是楷模 我連髒話都不會罵 明他們的處理就是說可以再細膩一點點 要講得更清楚 是我三句話都講完清楚的東西 你要扯這麼多 扯這麼多 扯到最後當然就更多的漏洞就出來 你們當然是出於善意 都是好意 都沒有任何的不好的意思 作為一個神職人員 更要小心謹慎去做事 面對這些世俗的事情 所以我也鼓勵他們就是 很辛苦被一直攻擊 最簡單的普世價值 當然就是不能打老婆 這是一定的 但是我覺得這當中康康講得非常棒 他講說 你大十幾歲的老婆 用腳一直這樣 你去啦... 然後還錄影 感覺好像媽媽在叫小孩 你也知道男人 有時候我們要承受的壓力 肩上的這個所謂的 responsibility 責任更多 所以他就會更辛苦 會累 那在這樣的一個情況底下 是不是就失去了耐性呢 那你又不斷的... 男人就害怕 不斷還有另外一種 還有另外一種女人是最害怕 來啊 你怎麼樣 你打我啊 我就看你 我罵你不敢 這一種也不行嘛 所以這夫妻相處之道 這個還用多說嗎 也奉勸全天下的男人 我們是個男人 真的 不要共同 我在這上面應該算是凱羅 連一個髒話都沒有罵過 台上講得還比較髒 對於外傳一起發光教會 有可能會解散 而身為教友的中天主播鄭義貞 他在補辦婚宴時呢 就有提到 最近啊 教會也都還有聚會 所以是沒有要解散啦 那有耳聞說 教會有可能會解散這件事情嗎 昨天才聚會不會吧 但是 因為我在忙做婚禮小物 然後你在幹嘛 我在忙主持 我們平常其實在聚會的時候 他們就是時時刻刻刻給我們送上祝福了 因為我們認識的時候 就是我認識我先生的時候 那時候就 我們在教會的時候 牧師師母其實就是給我們蠻多祝福的 有好好的提點我 就是不要不能吵架 要順服先生 要融合兩個人 互相包容這樣子 接下來大家看到的這一隊呢 他們是大學生的美的固定班底 易關還有邱森 他們愛情長跑了十年 在去年五月的時候呢 登記結婚了 但是其實呢 易關他其實在去年底的時候 就有懷上寶寶 但是他在輸日的時候呢 遺憾的宣布 他的第一胎的寶寶呢 他的心跳是停止了 那他也說 原本呢 這是一件非常值得開心的事情 沒有想到才剛懷孕八週 就必須送走孩子 讓他相當心碎 易關在社群上發文 表示事情過去差不多兩週的時間 原本是件值得開心的事 他也打算在這個月底 可以跟大家分享懷孕的喜悅 但寶寶在肚子裡 第八週又三天的時候 離開他了 這一切都有點不真實 來得好快 去得也好快 一直覺得很像是一場夢 易關說 醫師也一直安慰他們夫妻倆 怕他們很難過 但他和老公其實調適的蠻好的 易關沒有難過很久 反而還說寶寶很有可能 是想讓他和老公多一點兩人時光 最後他還對寶寶說 謝謝你短暫的陪伴 我們會努力再拼第二隻兔寶 真心都會在裡面 真心裡 每年都會在你一時間 吃了 餅 我會想吃 否則